各位評審老師大家好 我們的研究題目是 鋁箔包回收再利用之研究 我們將實驗分為四部分 A部分只將分離方法之探討 A1 我們將鋁箔包裁切成不同大小 觀察鋁箔包的打碎情形 A2 我們將果汁機馬達設定 低 中 高 三種轉數 將鋁箔包打碎一分鐘 觀察鋁箔包打碎情形 A3 我們裁切出和金屬刀片相同長度的塑膠動畫刀片 希望不把鋁箔打碎 B部分 具以吸分離方法之探討 B1 參考相關文獻發現 B1 會與濃硝酸反映 而鋁與硝酸會發生動畫現象 只在表面形成一層致密的氧化膜 所以我們嘗試進製濃度5N的硝酸 24小時 測試對PE分離的效果 B2 我們再以不同濃度的硝酸去進製 觀察其分離形形 B3 測試進製硝酸容易添數的濃度變化 硝酸是否能重複利用 如果能重複利用即可以降低鋁箔包分離的成本 C部分 鋁箔分離方法之探討 C1 加氫氧化鈉產氫器之測試 由化學教科書及相關文獻得知 鋁會與氫氧化鈉容易反映產生氫器 我們進而測試產氫量會有多少 C2 氫氧化鈉最適濃度之測試 我們以不同濃度的氫氧化鈉測試產氫量是否有影響 C3 氫氧化鈉濃度變化之測試 我們測試出當反映完一刻的鋁箔後 再以相同溶液繼續反映 氫氧化鈉 pH的變化 測試氫氧化鈉是否能再利用 第一部分 回收利用之探討 第一 存子漿回收製成之改良 我們將第一層比較粗的過濾網後 再利用較小的過濾網過濾出存子漿 我們將它製成再生子 第二 氫氣提風燃料電池發電 網路上的資料因回收設備比較簡陋 產出的紙張能殘留鋁箔及聚乙烯 商業價值不高 而且在鋁箔及聚乙烯的回收 也沒有詳細回收技術的資料 所以我們把鋁箔加入氫氧化鈉產氫 連接燃料電池發電 讓50顆白色LED燈正常發光 第三 殘渣加熱加壓至密集板 原先只將中所夾雜的鋁箔碎片 已經與氫氧化鈉反應產生氫氣 剩餘的殘渣中夾雜少部分的PE和脂 不易以簡單節能的方法分離 所以我們將它經加熱加壓處理 製成密集板 我的報告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